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在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现在也强调要以新发展理念来支持我们这个阶段的高质量的成长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体现在生产力方面 特别是体现在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方面 那我们就需要培育这个新制生产力 那么它这个生产力跟传统的生产力比较起来 应该说它具有高技术 然后高效率 以及高质量 这个三高的特征 而且就是体现在咱们现在的产业层面来讲 实际上三句话就可以了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对传统产业要改造升级 第二我们对于现在的新型产业要加快发展 提升它的竞争力 扩大它的市场份额 还有就是我们对于未来产业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大热的AI这样的产业 那么我们就得超前布局 那刚才我提到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新型产业呢 现在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新业态新模式 在不断的成长 这里面呢 比如说从我们现在出口的新三样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 锂离子电池 太阳能面板 那么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现在呢 在这些新业态方面的竞争力很强 像在传统产业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现在呢 也有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 打造出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啊 现在也能够跟跨物公司的巨头去一拼 这些都充分显示出呢 就是咱们中国呢 应该说地大物博 而且人节地灵 我们在新制生产力这样的一个指引之下 我相信呢 我们会找到很多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从而呢 能够呢 让中国的经济呢 焕发新的活力 然后呢能够呢 让我们朝着更高水平去不断的进步 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制生产力的一个核心的标志 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那么您觉得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而言 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一点 尤其是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发展新制生产力 那么如何避免各地去忽略自身的一些实际情况 而出现一个这种同质化的问题 全要素生产率啊 英文呢 它叫TLP 这件事呢 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啊 我们啊 跟发展中国家比 我们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呢 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距 那这全要素生产率啊 要提升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说人是最根本的因素 我们人的创新的积极性 然后我们的企业家的精神 要被充分的激发出来 然后呢 让他去能够把这些啊 我们的生产对象 还有呢 生产资料 能够更好的给他优化组合起来 按照市场机制去进行配置 那么从而呢 去产生新的这个动能啊 如果说过去呢 我们大量的依赖了 劳动依赖了 比如说我们的资源的投入 依赖了我们资本的投入 但是未来呢 我们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更多的是要靠创新的投入 研发的投入 而且呢 我们说对中国来讲 创新驱动发展 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当中 最关键的也是华山一条道 你必须走的一条路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呢 所有跨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全部是走上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国家 中国现在呢 每年的研发投入 我们现在呢 也是跻身到了全球的前列 有些可以跟发达国家相比 但是呢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跟发达国家比呢 还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所以下一步呢 我想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快产学研的系统配合 然后呢 能够呢 加快这个 就是我们科研成果 转化为现实的生产率 但是在转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需要呢 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法 还有呢 就是我们一些公司法 就是配套的这个法律 也要呢 有这个激励机制 要保护创新人的这个 发明的这个 还有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说到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现在 很多地方也都在大力的鼓励 三心经济的成长 那么也都在积极的寻求新业态 新模式和新动能 那我们说呢 这个总体的态势呢 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呢 这个里面呢 确实也需要呢 我们每一个地方 就是能够因地制宜 要考虑自己的现实条件 考虑到自己的人力资源的基础 还有呢 你的产业的这个基础 去综合的去平衡考量 但是我想呢 就是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市场机制啊 在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进程当中 那政府的作用呢 它主要是引导 鼓励和支持啊 包括政策上的设计 还有呢 规则的这个制定 但实际上呢 就是你这个 能不能形成产业竞争力 能不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 去占有市场份额 并且呢 形成你的这个品牌美誉度 还有市场空间 这个最终还是要靠企业去打拼 那么我看到呢 就是咱们国家现在 我们凡是在新制生产力啊 还有在新业态 新模式 新动能方面 发展比较好的省份 那么其实呢 也是我们经济比较发达 而且呢 就是它的开放度非常的高 另外呢 营商环境 得到了国内外企业家的认可 而且呢 在这个竞争和开放的过程当中 相互促进 那么它的这个经济成长 它的动能呢 就比较足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 现在这个春节开工后 然后各地也在纷纷第一时间 部署这个全年的经济工作 那么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份紧迫感 现在各地纷纷在抢开局 您觉得这对于全年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一年呢 其实我们面对的这种国际 国内的啊 复杂的这个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 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 影响的因素呢 也越来越多 而且呢 国际国内的因素呢 它是交织在一起 所以呢 对这个2024年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呢 是有挑战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经济 现在呢 我们经济的基本面是不错的 还有呢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那么现在呢 在2024年的这个预测当中呢 仍然认为就是中国 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第一 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那我们现在呢 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呢 就是在2024年 我们也需要呢 就是克服当前国际国内的压力 努力的去寻求 我们2024年的这个稳定增长 那中国的老话叫做 一年之计在于春 因为呢 在春天呢 一方面各地都有两会 然后很快呢 我们也会迎来国家的两会 在两会呢 实际上呢我们要确定这一年 我们比如说啊 财政支出的这个盘子 还有呢我们重点支持的这些重大啊 产业发展项目啊 我们的重大的这些基建项目啊 也包括呢在这一年 在春天呢我们要确定 我们的货币政策 它的基调 然后呢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 还有呢我们的财政政策 如何去更好的协同配合 那么落实到地方啊 应该呢在哪些领域呢 去重点发力 所以我想呢就是各地呢啊 在春天的时候呢 高度重视我们这一年的经济发展的谋划 并且呢能够呢找对路数 能够呢找到有效的这个发展路径 我想呢在春天这都是非常关键的 那我们看到在2023年啊 中国这个排名靠前的几个经济大省 其实都不同程度的实现了一些新的突破 尤其是广东成为了全国呃 第一个这个GDP总量超过13万亿元的 这么一个省份 那您觉得这些经济大省如何 在新的一年继续去挑起这个大量 呃咱们可以说经济大省是中国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领头羊 而且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 就是我们说领军的梯队 这个梯队当中呢 其实除了广东以外呢 我们第二就是江苏省 这两个省份呢超越了韩国的经济总量 中国目前我们就这两个省份 它的经济总量是超过了韩国 韩国的人口呢只有五千两百万人 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在人均水平方面 我相信这两个省份经过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有希望去朝着韩国的人均水平啊 去迈进 呃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呢排名第三的山东 第四的浙江啊 第五呢就是我们的河南省 第六呢我们的四川省 那么这些省份呢实际上呢都是中国人口规模比较大 而且呢这个现在呢在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啊 它的产业急剧效应和规模效应啊 以及呢它的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啊 啊那么从而呢为咱们整个经济发展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和支撑 所以我想呢就是在2024年啊国家呢也会高度重视这些领头省份 它的这个啊内需外需的激发 还有呢它的经济增长动能的释放 让这些啊重点省份继续呢为国家稳增长稳就业 还有呢稳外贸稳外资 能够做出呢它的这种领军的这种贡献 您谈到这个内需的问题啊 我们也翻开了一下各地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确实这个扩内需仍然是一个重中之重 尤其是开年以来现在多地的这个重大项目都在密集的开工 那您觉得这种扩投资的这种火热的开局对全年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今年我们去进一步的扩大有效投资 还有哪些空间和潜力 呃我们说呢就是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啊 我们看就是全球主要的大大的经济体 那么它的增长呢实际上主要是以内需拉动出经济增长的 那咱们中国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呢 其实我们也已经经过这过去十多年的努力 其实现在呢我们也已经形成了就是以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作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的动力 呃那这个呢内需里面呢除了消费 那第二家码重要的码车就是这个投资 呃那么在中国呢因为咱们现在还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呃那么发展中国家呢也就意味着 尽管我们现在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发达了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今年春天就是我们有很多交通的堵点啊 然后呢还不能解决 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咱们国家呢下一步呢在海陆空啊 综合的交通运输体系啊 还有呢在新基建啊这些领域当中呢我们基建的投资任务呢仍然是啊比较重大的啊是需要进行超前布局啊去加快建设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新制生产力当中啊我们有很多呢要超前布局的产业 还有呢我们有很多这种战略性的新型产业啊 啊那么国家鼓励创新这些方面呢也都需要呢国家呢有很多引领性的这种重大产业投资 更不要说呢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啊比如说我们在农田水利的建设 在生态环保方面啊我们需要的这个投入呢也是比较大的啊 以及呢就是包括我们一些啊社会事业啊比如说你的医疗卫生 那么实际上背后呢它也有也有很多的这种啊建设项目的这样的这种需要等等 所以我想呢就是通过这些啊投资的这个投入 一方面呢它会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知道投资项目背后啊 它会创造就业创造收入 然后呢就会呢形成我们说消费的引致效应 也就是说呢当这部分收入进入到了居民的手中 那我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以后再进一步呢去消费 然后呢能够形成更好的这个循环 那么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 近年来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不断的取得了新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您觉得我们如何来更好打通供需结合的断点读点和卡点 中国现在呢这个生产制造的能力是全球第一 我们不仅为自己制造我们也为全球制造 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也会发现呢中国很多消费者 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质量也好或者档次也好 还有不满意的地方面对这种情况呢就是为什么在前些年 国家呢提出我们要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强调呢就是我们的生产企业 还有我们的产业那么一定要瞄准这个市场的需求 然后呢能够找对新的增长点 然后呢用供给来创造需求 从而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有效需求释放出来 它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来做贡献 有效需求呢我们在经济学上啊宏观上讲的是 当你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匹配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你的需求是有效的 而具体到呢咱们个人和企业而言呢就是 当你的这个消费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这是有效需求 但是如果你的需求被压抑了没有得到满足啊 然后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产品那这样的话或者服务 那这样的话呢你这需求释放不出来 它就是无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 也说我们现在有效需求呢有些不足 但是我们说有效需求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那如何把它激发出来呢 就是我们的供给侧你的产品和服务一定要能和我们的需求呢 更精准的去对接 然后呢让市场的需求释放出来 在去年年底哈尔滨啊 它的冰雪冰雪季啊 实际上呢就把它的这种文旅的这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和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有力的结合起来 而且形成了很多亮点和爆点 那么就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还有我也很高兴看到呢 现在我们很多国货潮牌越来越受到呢 我们现在国内年轻的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 那么甚至在有些领域当中是替代了国外大牌 然后我想呢这都是呢 未来就是我们供需结合啊 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 非常好的案例 希望呢越来越多的行业能够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发展 对于扩大内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我们怎么让消费和投资实现一加一大于二 今年扩大消费还有哪些可以期待的新的增长点 提振消费呢 我们要坚持二十大报告当中提出的坚持系统思维的原则 也就是说呢 第一我们要努力的去扩大我们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让我们的居民敢于消费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增加我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能够让我们的居民呢有能力去消费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优化消费的市场环境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让消费者呢更容易去维权 那么这样的话呢消费者呢就更愿意去消费 当把这三个方面给它统筹起来的时候呢 这样的话呢我们消费的潜力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出来 这些年当中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不同的方向和领域 我们是在不断进步的 但是呢在当下我们要真正的去 让我们的消费潜力释放的话 我们后期呢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要完成 那么其实呢就是消费者 他对于你的产业的发展和引领 是有很重大的这个作用的 我们把它叫做消费者选择 消费者选择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我今天就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 说在春节期间绿色有机食品 它的消费啊增长了20% 那么在当下的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之下呢 这是一个很让人振奋的数字啊 你知道这个绿色有机食品呢 其实它的这个价格肯定要比普通的食品价格要高 但是呢你就会看到呢市场很韧 可是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啊 你到超市或者你到商场当中 你说我要买到一个我认可的 货真价实的绿色有机产品 那你现在面临的选择面怎么样呢 我估计现在我们的供给侧 还不能够满足现在的消费需求 而且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绿色有机食品呢 它的溢价越高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的利润空间是越大 也就说明了你的供给侧 这个投入是不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消费者的消费选择 会对我们的供给侧的投资啊 企业的投资 然后呢企业的运营 还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呢 形成这样的一个引力 能够呢让投资和消费之间呢 能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啊 最终呢使得呢 我们投资和消费呢能相互促进 那我们很希望呢 在2024年这两者的关系啊 能够啊相互促进 作用呢表现的会更加的充分 从而呢能够让咱们2024年啊 稳增长的目标能够实现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这个张主任的分享和精彩的解读 各位观众 我们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